不是米芝莲我不吃 继香供之后 今集继续吃一星月菜 由福利门创办人的后人 所开设的酒家 家传七福 在中国上海 日本东京都有分店 可以说是推广月菜的先锋 但是十一黄金周 生意一般的 全晚计算我们 都是六台客人而已 究竟是食物质素保持不了 还是香港的经济已经撒不住了 尝知搞哪科就一定要看下去了 大家好,我是泰里 拿米芝莲一星的家是湾仔本店 我们今天是去尖沙咀店 有两个原因 一,就是Google Map的分数高些 4.7分 而湾仔店只有4.1分 二,就是tasting menu 要尖沙咀才吃到 餐厅是位于H Center 尖沙咀站 K出口对到正 在七楼同一层有无脑窝 不是台湾开过来的吗? 放这么多只高仿小火龙出来 究竟目标顾客是什么人? 如果要吸本地客 可能放浙卡华的效能大些 我们有预先订位 第一次来吃 不是熟客 只是说庆祝生日 都肯留个窗口位给我们有多好 不过网上订位的流程就不一样了 首先,官网的menu是没有价钱的 想预先选菜都挺不方便 它是用一些pixel copy and paste的遮住价钱 而且是实体scan做soft copy 画质差到你以为是无牌 这一页还有条毛 在官网田园方定位 它会用whatsapp或者微信联络回来 因为tasting menu是没有放上官网的 你不问的话 或者没有看这条片的话 根本不会知道 tasting menu要预先下订 都不是细数目 过了数 其实都可以说声收到做个确认 不要易督不回 而最好当然在网页上搞定所有程序 收信用卡的话 对国际游客也比较方便 我们回到现场 装修比湾仔店更加精致 环境开阳明亮 不会有任何局促感 碟边和桌布都有金色点序 和整个餐厅的啡黄色调是很配合的 正当我们都觉得挺好错的时候 就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 很高烈 这件事很高烈 很高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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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这个数量的矮 相信不是外界打进来的 经过这一役 整个用餐体验都打了折扣 最后调了桌 这一面真是空空如也 刚才说过全晚有六台 当中有三台都是两个人 只有一台是游客 讲普通话带着米旗头色 来去匆匆只吃了一个中人 这个营业鱼其实差不差得住餐厅呢? 讲回食物 tasting menu有两个 一便一贵 1000元已经吃到招牌的焗养蟹盖 我们选贵的虽然没得吃养蟹盖 但有更多招牌菜 首先来三碟前菜 是蟹肉韭菜盒 蜜汁烧凤缸 和店员推荐的蜜汁烧脆扇 好,那我们就由tasting menu开始来试 先试这个韭菜饼 它做得比较圆 都企理整齐 有时韭菜饼很粗 但这个皮就做得很薄很薄 韭菜的馅料是很多的 除了蟹脂 还有虾 那就是咬口一点 家传七福是主打传统粤菜的 古法金钱鸡 都是餐厅招牌菜之一 是将鸡润和猪肉串 一起烧的 但是准备肥猪肉的过程繁复 tasting menu 就做不到给你的了 只是给个鸡润你享受一下 它那个蜜汁只是外面甜甜的 brush了 它里面其实那个干味都是很浓很浓 就是不会让你搞到甜了 或者改变了里面的味和质感 就视乎你喜欢吃滋 我自己就一样 内藏感会强一点 粉感会强一点 我知道你应该一样 太腻不喜欢吃的 的事是喝了一层茶 那些干味还在喉咙里面 蜜汁脆鲜是它的名菜 哇 鲜汁很肥 像肥猪肉似的 不会那些蜜汁是很失控 滴下来 它不是那种 它轻轻挂着甜甜的 虽然蜜汁的味道不会太强 但是一次过有两样前菜 都是蜜汁包住 感觉太重复了 以及以卖箱和味道的配搭来说 就简单一点 看回香公甘旗的 menu 它都有蜜汁烧脆鲜 但它就加了金黄色的炸姜酥 上去 立刻感觉是有花到心思 那这个是花椒羊肚粉炖菜蛋汤 它的名菜是 花椒不菇炖菜蛋汤 那这个汤 如果我们每位喊散喊 是要千多元 所以这个你预算 就一定没有那个那么漂亮 将不菇换做羊肚菌 价钱就差几倍? 真的不是啊 于是我再看官网的 menu 发现它们的 PDF 档 是没有删掉价钱的 只是转做白色字 只要copy and paste 就可以看回价钱了 好了 神神卑卑又不是在拍戏 价格我想你也是一年更新一次 用料方面有 花椒 牛菜 还有羊肚菌 这个汤底是喝到鸡油的味 还有火腿的味 这个汤底是很浓的 谢谢 有菜味的 有酸酸微微的 这个就是白菜的 after taste 但是花椒和羊肚菌的味 就不太能喝到 原来在外面 吃这些餐 是吃不到妈咪那种花椒 妈咪那种花椒是漂亮很多 都还是 忘了拍个汤 因为太好吃了 因为 闻了一口 想喝就没影 接着来店员推荐 花雕芙蓉蛋蒸海中虾 吃之前记住闻一闻 先有虾汤味 再有花雕味破鼻而来 是啊 你不要以为普通是水蛋 它很轻型很轻型 一入口就溶了 花雕味都不会苦劫 好像喝了个汤 由花雕蛋白蒸海衍生出来的菜式 在很多中菜馆都有供应 上次香公吃到一个白雪藏龙 淡口一点 是蒸蛋白配龙虾 淋上传统的上汤蜆 这面浓味一点 蛋黄配虾 表面是虾汤 表面是虾汤 有西餐的感觉 海中虾 其实呢 它平时真的会比较大 我看过这些图画 如果散崖 这个tasting 它应该迷你版了 好爽甜 好甜 我个人就喜欢浓味 但是同时又会觉得它 或者嫩滑 它蒸蛋是有少少美成型的 而香公就真的刚好 凝结那一刻 放入口是咀嚼 而不是饮汤那样的 难度分高一点 买相都霸气一点 难度分高一点 买相都霸气一点 嗯 Thank you 它又不是根据菜单的次序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看上去应该是很大 很淡的味 应该是这个上先的虾 而且整个口都有些虾的 这个aftertaste 这里真的很神秘 没有印一个纸本的menu 只有一张单的 我们是一直开着电话 看看下一道菜是什么 这个时候才发现 两道菜是调转了次序 对 里面是烟磨加 这个 金滑火腿水 一夹起闻到金滑火腿 它这么少 竹生我喜欢它 它不会水泡泡 它是 塑了一些汤 但是它不会很湿 弄到烂了那只 它不会 这个甲蛋 是不是走了油的 外面好像有层炸衣 那样 这个白甲蛋 好贵 好轻轻炸 走的油 让它的皮 可以 是帮它塑汁的 甲要半个月才生一次蛋 蛋壳 蛋壳薄 容易打烂 除了稀有性 还有外观 也是令它零射金贵的 因为就算蒸熟了 蛋白也是呈半透明状态的 因为它这个汤汁 很大股火腿味 所以一点都不会淡 比刚才的虾的菜 越菜翻高低 有时就是在乎上汤 虽然卖了芡 但是味道浓 我想当汤喝完它 好像去了饮 中间那个不是鲍鱼 是油皮 没有那么死咸死甜 应该用自己的酱料 或者自己订製的酱料 甚至你会觉得有些错觉 是吃到鲜味 原来蝦培没有吃错 它不是有幻觉 根据官网对虾子油皮的介绍 油皮煸完水后 还要用河鲜、火腿、瑶柱 去炆4至5个小时 这里又说一下 全晚适应上菜 纯粹是讲过菜名 之前在香工吃tasting 也是没有特别介绍 在润散鞋 只有一道招牌菜 会特别讲解 可能升级粮菜 主要是给本地的豪客吃 就不喜欢听太多的雪教 但对我们普通人 特别是对一些游客 如果可以认识一下背后的工序 历史、心思 吃的时候会更加珍惜 也是仪式感的一部分 平时最怕吃的 硬气气的鸭掌 这只鹅掌一吞就难了 吞 已经化了 我真的很喜欢蠔油 这个淡味 令我很难吃到柚皮的鲜味 我对上次吃到夹的柚皮 很难吃 我没想到给那么多钱 柚皮也是夹的 你看多可吃得这么干净 我吃的鸭掌和鹅掌 经常吃到很多东西 现在真的很干净 谢谢 谢谢 哇 这个是 这些油不是装饰 它是浸出来的 因为你没有 你没有看错 是水煮鱼来的 水煮鱼天生有个缺陷 就是那些辣油会爬上碟边 最后上桌的模样都挺不整齐 打不到卡 对了 我想知道是否这么拿手 哇 这个肉鱼蜆 看另外两块 这块都厚 偏厚 它只是有少少麻 烤到辣油 花椒油的味 烤鱿鱼也吸不到 鱼也吸不到 其实它的汤汁的味道和我们平时吃到的水煮是差不多的 这里是最不特别的 粤菜餐厅的menu有村菜 我觉得都OK的 多个选择而已 而村菜在国际的知名度都是一直提升的 但是tasting menu 我觉得就应该放回那手的粤菜出来 水煮鱼和粤菜的距离 其实真的大到你不如捧碗冬饮工出来吧 你们家里很少去齋鱼的吧 齋鱼的炒饭经常都是这样的味道 很喜欢加粟米和红萝卜 有粟米有萝卜 如果再加上青豆 就变成了三色豆炒饭 我本来不是喜欢吃的那么素的炒饭 但是吃下吃下我觉得挺正的 因为它加了一些鱼人 又脆又香 原来近年鱼树越来越少 鱼人的价格都升了十几倍 明菜来的 它叫我一定要叫 如果散叫 闻下去也有咸蛋味 哦 这些就是那些油鸡葱 有些四川的麻香的风味 用花椒、八角、干辣椒 加些油去煮鸡葱 吸入麻辣味道 是云南特产 令到一碟素炒饭都变得惹味 这种就是我想要的Fusion 好过直接上一碟水煮鱼 甜品未上台终于有空档了 之前是一度摘一度 有几次我都吃不及了 种菜好像都是倾向滚水录的 厨房尽快出餐 之后就可以休息一下 Tasting menu的体验 始终没有西餐那么好 这个是合陶路拌杏仁路 其实我很喜欢吃合陶路 最差吃杏仁路 它为什么要把这两样东西拌上 这个应该是理解鱼之后 我最喜欢吃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这一辈 那么多人不吃杏仁路 我估计是因为小时候 吃得多抗生素 之后每当吃到杏仁 大脑都会联系到 饿病在床的经历 于是就对杏仁反感了 未来杏仁路这道菜 会不会因此绝食呢? 我想说这个绅包 很干扁 是干扇的问题 在香港庆祝生日 是有免费蛋糕送的 今餐我们在WhatsApp 问他售包 需要另外的价钱 他就没有回答到 埋单才知道 是要24元一个 所以餐厅整个订位 和沟通的过程 都是有改进空间的 松脆合陶酥 很脆的咬 然后就化了 一点都不会太肥肥 或者你不想吃下去 好 来 来 来 乖 茶果 这样的样子 你放在鼻子上 不是闻到糯米味 是闻到叶的味道 很搞笑 它是磨到最溶的 豆沙盒子 没有皮的 7幅豆沙平叶角 包住那块就是平叶 香味会滲入糯米皮 如果大家来是散爱 都值得叫来试一下 最后埋单是大约3400元 如果有看最近吃香公那条片 或者再远一点 看上年润的食品 其实都会知道 我们对这三间粤菜的排名 家传七幅始终是主打传统粤菜的 功夫有 但是惊喜没什么 最惊喜应该就是粤菜餐厅 竟然上了一碟水煮鱼 今天介绍来到这里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生 又名字幕志愿者 杨生